不要再捐钱给任何政党与政客了 宋楚瑜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自第01324号判决 而我一直都很相信宋楚瑜跟他所谓的清白 从1999年新票案爆发以来 从来也都没仔细看他汇款到国外 所谓还脚不知己意的消息 后来贬送会后曾批评过他 但从来都没有发现宋楚瑜把人民政治捐献当个人财产还会到国外给儿子 直到昨天为止 黄珊珊及清明党上下主张新票案余款为选举结余款 宋楚瑜又一再把选举结余款汇款赠予给媳妇 为什么黄珊珊及清明党上下会把人民捐款当成财产 薪水还不够吗 难怪这么多人拼死都要从政 我相信这也是蓝绿皆然的怪事 黄珊珊 宋楚瑜及清明党上下还有蓝绿政客们 我要问你们 是不是如果我捐给你们100元 你们个人财产就增加100元 而且你们海外财产有可能增加100元 现在黄珊珊 宋楚瑜及清明党上下给台湾及华人社会的答案是 Yes 你们还真团结啊 民进党都没有脸全党为陈水扁这样背书 自由时报说清明党主席宋楚瑜曾经应将选举竞选经费收入结余款汇至美国的长袭银行账户 有赠予财产事实 遭财罚赠予予税款及一倍罚还供2642万6800元 但没有说裁判字号 司法院几年前就把裁决书查询系统修改 一定要同时输入判决字号才能找到判决 光输入关键字是查不到的 以前花几秒钟就可以找到的判决 现在要花很多倍的时间 我花了约半小时或更多 终于找到了这个判决 虽然该判决把宋楚瑜改名为假空心园空心园 但台湾省省长他长袭与那堆人头的名字是不会变的 当然还有那几千万的汇款金额也不会变 我真的不知道黄珊珊 宋楚瑜及亲民党上下要如何解释宋楚瑜汇款给海外亲人的事实与陈水扁有什么不同 亲民党穷 宋楚瑜可不穷 我前面集帖的讨论金额可能有误 但大体论述应该OK 看了这篇判决书 我真是万分失望 难怪连颂说当选后不领薪水 因为那是废话 他们一家子就靠选举结余款吃穿的 副总统薪水怎么样也比不上几百几千万 我一直不懂国民党照顾蒋家为什么要帮到他们的殷亲那些不信奖的买房子 但宋楚瑜从政 他儿子媳妇竟可以花他的选举结余款 这又是怎么回事 跟陈水扁有何差别 宋楚瑜喜欢出国 花钱都花很大 选举结余款是这样花的 上诉人起诉主张 致其于金额则系代为支付上诉人于台湾省政府工作卸职后 与随行人员于87年底赴美期间考察 生活等相关费用约美金20万元 此有相关媒体报道可证并可核对入出禁记录 且期间70多日花费美金20万元一盒常理 那些县长出国考察不晓得花多少钱 宋楚瑜用了哪些人头与费了多少钱呢 原审甄卓全辩论一纸及调查证据之结果 以一 上诉人于83间参选台湾省省长期间 将部分募得之竞选经费收入存入其配偶之妹陈碧云在第一银行南京东路分行之活旗除去存款账户内 并于87年2月10日 11日 24日 25日及10月9日尾由齐悦母陈州黎明及第三人庞智生 苏书红 梁耀雄等人将该账户中支987万9千元 美金30万元 654万元 美金20万元 984万6千元 美金30万元 984万元 美金30万元 655万8千元 美金20万元 合计4266万3千元 汇至齐习温酒会在美国之银行存款账户内 有第一商业银行活旗除去存款取款评条 结会资金明细表辑结会申报书赢本等资料可及 意为上诉人所不争执 这跟吴淑珍用哥哥户头会选举结余款到海外儿子账户有何不同 宋楚瑜选一次省长有518千万捐献收入 陈水扁选了台北市议员 立法委员 台北市长 总统 很多个都不止一次 他有50亿以上的捐献收入我都不会怀疑 撇开国务基要废案 特征组要把陈水扁捞了绿营选民小额大额捐款会回台湾 道理在哪 再看法官怎么批送 让我们研究宋有没有被政治迫害 况便会已十分简便 上诉人欲捐款于以自己名义所成立之基金会 自可以自己之银行账户汇款 书无假借多人名义存入温酒会账户 四三年后再以温酒会名义辗转汇款之必要 上诉人所述 应细事免之词 和无足彩 宋跟法官说他用那么多人名义汇款是为了三年后再以温酒会名义辗转汇款给自己的基金会 法官不采信 请问这叫政治迫害吗 看了新票案起诉书于本判决书 还可以发现一件事 宋处于根本申报花费不实外 在申报公职人员财产时 也没有把部分选举结余款申报为个人财产 然后再会往海外 这又跟陈水扁合意 来看法官也认同的国税局的主张 一中央选举委员会91年8月23日重选法字第09100145710号 含称 竞选经费支出余额 系属候选人所有 本件上诉人委由其岳母及第三人等将该结余款会与其席温酒会 则该款项已至于温酒会之实力支配之下 即已发生所有权移转之效果 归属温酒会所有 且其汇款之原因据陈州黎明等人于汇款单上载明系生活费及善加之用 并非上诉人所称之信托 从而贪与认定系征款项系上诉人赠予其席温酒会 本件虽未经温酒会以书面民事允售 为继无具体证据足以证明系征汇款又回流与上诉人或其间有何对价之关系存在 客观上已足任温酒会有允售之意思即事实 上诉人主张温酒会无从为允售赠予之意思表示 亦非可彩 令上诉人于87年度申报公职人员财产时 亦未将系征款项列报于个人财产 足见上诉人并未认定系征汇出款项人为己所有 走笔至此 想起昨天看到有人说这些东西是历史贡业 台湾真正的民主选举也不就是蒋经国晚年才开始的 二十多年足以被称为历史贡业 难怪蒋妙中正纪念堂也可以变成古迹 我想选举出身的政客都会理所当然的把选举结余款当成家产 大商人几亿几亿的捐是这样 但小老百姓怎么会希望政客成为数亿富翁呢 实在不知该不该苛责陈水扁宋楚瑜 他们哪里知道汇款到国外亲人户头错在哪里 陈水扁宋楚瑜已经告诉大家 他们会把那些钱当自己的钱 陈昭南说为民众捐款之目的 是为支持宋楚瑜竞选省长 非为使其成为数亿富翁 但陈水扁宋楚瑜就是认为那笔钱是他们的大家捐款给他们享受 对吗 错的是我们 我呼吁所有的台湾人不要进行任何政治捐献了 特别是小额捐款 如果政治人物的贪婪是人民的贡业 既然他们改不了之前 我们当然改得了首件 陈水扁宋楚瑜之外的人呢 替他们辩护的都有嫌疑 我相信即使表面清廉的也有可能暗地贪污 所以不要再捐钱给任何政党与政客了 written by blackjacker 010年5月2日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95年度判字第01324号 上诉人甲空心员空心员 诉讼代理人林律师 被上诉人财政部台湾省中区国税局 代表人正宗典 上列当事人兼英赠予税事件 上诉人对于中华民国94年1月13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 数字第322号判决 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上诉驳回 上诉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负担 5 本院案 1 行政法院应一职权调查事实关系 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 5 本院案 1 行政法院应一职权调查事实关系 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 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 应一职权调查证据 行政诉讼法第125条第一项 第133条前段分别定有名文 是行政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尽产明义务 使当事人尽主张事实及声明证据之能事 并尽职权调查义务 以查明事实真相 避免真卫不明之情事发生 为如于尽产明义务及职权调查义务后 事实仍真卫不明时 使为举证责任之分配 使应付举证责任之人负担该不利之结果 又由于基征机关原则上映旧税捐债务发生之 构成要件事实之存在负举证责任 故基征机关需依职权仅可能搜集有关课税要件事实之资料 唯因税捐基征机关并未直接参与当事人兼职私经济活动 其能掌握之资料不弱当事人 是税捐基征机关如已提出相当事证 客观上已足证明当事人之经济活动时 当事人如欲否认该经济活动 即应提出相关事证以实其说 2 本件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于83年间参选台湾省省长期间 将部分募得之竞选经费收入存入其配偶之妹陈碧云 在第一银行南京东路分行之活期除去存款账户内 并于87年2月10日11日24日25日及10月9日 尾由其岳母陈州黎明及第三人庞志生苏书宏 梁耀雄等人以生活费及善家之用 将该账户中之987万9千元 美金30万元654万元 美金20万元984万6千元 美金30万元984万元 美金30万元655万8千元 美金20万元合计4266万3千元 汇至其席温酒会在美国之银行存款账户内等情 为原审所确定之事实 并为上诉人所不争执 且被上诉人并提出第一商业银行活期除去存款取款评条 结会资金明细表辑结会申报书赢本等付于原处分券可击 族任被上诉人任上诉人于87年度系赠予其席温酒会总额4266万3千元 嫌疑提出相当市政 上诉人主张该笔款向其中美金100万元部分系委任其席温酒会代为电汇至荷廊IH基金会 并提出电汇确认书 IHDELST学院确认上诉人承诺负责支付台湾水利基金会捐助款之信函 荷廊IH基金会将美金电汇回合作金库银行汇款通知书及荷廊IH基金会为捐助人之台湾水利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为证 然原审业就上诉人所提出之上开示证认为不足以证明其与其席温酒会兼为委任关系等 以于判决理由内详为论述 经合与论理经验法则尚无不合 上诉人就原审所不采之事正在于争执 只摘原判决为误 尚无可采 三 又查 被上诉人系核定上诉人87年度赠予其席温酒会4266万3千元 并非认定其赠予荷廊IH基金会美金100万元 原审并进而论及温酒会于90年12月10日会美金100万元与荷廊IH基金会之汇款行为 系属温酒会与该基金会之另一法律关系 上诉人主张荷廊IH基金会接受上诉人美金100万元之捐助 系附有捐助其中美金90万元与依我国法律成立之台湾水利基金会之负担 被上诉人事项赠予税之计算 应将此部分金额扣除云云 仍不足采至于上诉人其余诉称各节 乃上诉人就原审取舍证据 认定事实之职权行使 指摘其为不当 义无可采 三 纵上所述 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所有上开细争款项 客观上所有权以移转与温酒会 而上诉人所提出之事正并不足以证明 其与其袭温酒会兼就上该金额有委任关系 事员处分并无为物 复查 诉愿决定予以维持 义无不当 原审因而将诉愿 复查决定即缘处分均与维持 驳回上诉人之诉 何无为物 上诉论指 仍值前辞 指摘原判决为物 求与废弃 男人有理由 应与驳回 据上论结 本件上诉为无理由 原一行政诉讼法第255条 第1项第98条第3项前段 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95年8月17日 第三庭审判场法官